为了加速巩固防疫网 中央配发台中市第二批 数量17500剂的疫苗一到货 市长卢秀燕就立刻指示 第一线防疫人员立即施打 这优先分配医护人员15700剂 警察人员1000剂 消防救护人员500剂 另外环保以及民阵防疫人员300剂 同时也建许中央调配足够的疫苗 让台中市所有的医护都能够完成接种 与病毒赛跑 为了加速巩固防疫网 由中央配发台中市第二批数量 17500剂的疫苗一到货 市长卢秀燕立刻指示 在优先提供医护人员施打之后 29号也开放警校等第一线防疫人员来接种 那经过台中市疫情指挥中心的讨论之后 我们拍板决定 医护人员15700剂 警察人员1000剂 那医护人员还有3万人带打 那我们分配17500剂 警察有6000多人低线外形带打 那分配1000剂 那消防有1112人带打消防救护 我们分配500剂 另外环保以及民阵300剂 首波疫苗接种对象纳入了医护 警销环保与民阵等单位 依执行风险与实际需求 优先分配给医护人员15700剂 警察人员1000剂 消防救护人员500剂 环保及民阵防疫人员300剂 消防人员一直是防疫最重要的低线人员 那虽然我们出勤都会照标准的SOP着装 包含经销的措施 但是施打疫苗才是提升自我防护的根本 那这边非常感谢市长将消防弟兄姐妹 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 让出勤更安心 同时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市长强调疫苗早打一天就跑赢病毒一天 每一位国民的生命都很重要 也鉴请中央调配足够的疫苗 让台中市所有医护都能完成接种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